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还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密林里的湿度 南方不知怎么有这么多的暴雨 虽然雨势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可是雨水落地 还未来得及渗入泥土之中 便被高温烘烤成了水蒸气 包裹着树林 动物与行走在道路上的人们 让所有的生灵都变得奸于呼吸起来 一行浩浩荡荡的队伍正懒洋洋地行走在关道上 负责天国颜面的礼部红炉寺官员都扯开了衣巾 毫不在乎体统 军纪一向森严 亏量甲鸣的数百进军 也歪戴衣帽 就连围在这个正中间数辆马车的宫廷虎卫 眼神开始犯着一股疲惫与无赖的感觉 正中间的马车上 坐着庆国的太子殿下 此时距离他出京已经有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南兆国的见礼十分顺利 在那位死去的国王灵前 扶官甲枯树场 又温柔地与那个小孩子国王说了几句闲话 见证了登基的仪式之后 太子殿下一行人便启程北归 之所以选择在这样的大太阳天下这个行路 是因为日光烈时 临终不亦起雾 而南兆与庆国交界处的密临终 最可怕的就是那些毒物了 太子里程前 敲了敲马车的窗铃 示意整个队伍停了下来 然后在太监的搀扶下走下马车 对礼部的主事官员轻声说了几句什么 一位虎卫恭敬说道 殿下 趁着日头走 免得被毒物索亲啊 太子微笑说道 歇下吧 所有人都累了 怕 赶不到前面的驿站啊 那名虎卫为难说道 昨日不是说了吗 那驿站之前还有一家小的 太子和蔼说道 今晚就在那里住 也是好的 那名先前被问话的礼部官员劝阻道 殿下何等身份呢 怎么能随便住在荒郊野外啊 天成县的驿站实在是太破了 昨夜拟定的大议 已经做好了准备 迎接殿下 太子坚持不远 只说身边的随从们已经累得不行了 礼部官员忍不住微距 问道 可是 误了归期 本宫以礼承担便是 总不能让这些将士们累出病来吧 太子皱着眉头说道 便有命令下去 让一行数百人就地休息 今夜便在天成县过夜 应该能赶得及 那些军事虎卫们听着这话 顿时松了一口气 对太子谢过恩 便在道路两侧 布置防卫 分对休息 众人知道 是太子心疼几等辛苦 纷纷投以感激的目光 只是不敢让太子看到这次目光 这一个多月里啊 由京都南下至南兆 在北归 道路遥远艰险 但太子殿下 全部如人们 这个以往想象的那般娇贵 竟是一声不吭 而且对这些下属们 多有劝慰鼓励 说不出的和蔼可亲 一路行来 所有人都对这位太子殿下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觉得殿下实在是怜惜子民 不仅对于陛下的旨意 毫无愿意 竟还处处不忘己等 太子领旨往南兆观礼 这样一个吃苦又没好处的差事 落在天下人的眼中 都会觉得陛下 就算不是放逐太子 也是对太子进行警告 或者是一种变相的责罚 然而如今的这些将士官员们 都有些纳闷 这样一位优秀的太子 陛下究竟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林间拉起一道清杖 供太子休息 其实众人都清楚 主要是为了太子出宫方便 虽说一路上 这个太子与众人甘苦相供 但总不可能让堂堂一位殿下 与大家一排这个蹲在道旁 光着屁股拉屎吧 李承贤对拉清杖的这个禁军们 无奈的笑了笑 掀开清莲一脚走了进去 然而 他却没有解开裤子 只是冷静而略略紧张的等待着 没有待多久 一只手捏着一颗药丸 送进了清杖之中 明显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 太子直接接了过来 嚼碎了吞了下去 又用舌尖细细的舔了舔 舔牙齿间的缝隙 确认不会留下药渣 让那些名为服侍 暗为监视的太监 发现 为什么不能把这药 提供给那些军士啊 太子沉默片刻后 对着清杖外的那道淡淡影子 说道 语气里有些难过 这一路上 已经死了七个人了 难找毒账太多 虽说太医院备了极好的药物 可依然有几位进军和太监 无锡毒物 不止死去 清杖外的影子 停顿了片刻后说道 殿下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说完这句话 王十三郎摇了摇头 悄无声息地消失 太子蹲了下来 微微皱眉 他知道王十三郎是范贤派来的 但他不知道范贤这样小心翼翼地 保护自己究竟是为什么 不过范贤带的话很清楚 自己也不需要领他的什么情 只是他有些不喜欢一个高手 远远坠着自己的感觉 也曾经试探过 让那个人将药物全给自己 只是他日日就寝 都有太监服饰 如果让人发现太子身上带着来路不明的药物 确实是个麻烦 只是身边没药便不能救人 一想到那些沿途死去的人们 太子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这段日子呀 太子表现得非常好 好到不能再好 因为他清楚父皇是个什么样的人 父皇在寻找一个理由 一个带口废了自己 如果找不到一个能够不损皇帝颜面的借口 父皇不会急着动手 父皇太爱面子了 里程前微笑想着 站起身来 将用过的纸扔在了地上 心想 面子这种东西和擦屁股的纸有什么区别 不过确实很需要 至少因为这样 里程前还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 他的脸上浮现起一丝倔强的神情 父皇啊 儿子不会给你太多借口的 你要废我 就别想还保留着面子 他拉开清掌走了出来 看着天上刺目的阳光 忽然想到南朝国王棺木旁的那个小孩子 微微失神 心想 都是做太子 当爹的死得早 其实还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他旋起想到今夜要住在天成县 觉得这个县的名字呀 实在激励 忍不住笑了起来 经过了数月的跋涉 清国太子里程前一行人 终于从遥远的南朝国回到了京都 京都外的官道上没有铺黄土洒清水 清黑的石板路平顺的贴伏在地面 迎接着这位储君的归来 道路两旁的茂密杨柳 随着酷热的风微微点头 对太子示意 城门外迎接太子归来的是朝中文武百官 还有那三位留在京中的皇子 一应见礼完毕 太子极温和的夫妻二位兄长和那位右弟 指手相看 有语不宁夜 是温柔说着别后情状 大皇子关切地看着太子 确认了这趟艰难的旅程 没有让这个弟弟受太大的折磨 放下心来 他和其他人一样 都在猜寻着父皇为何将这个差事 交给太子来做 但他的身份地位和别的人不同啊 加上自身心性淡然 并不愿做太深层的思考 反正怎么搞来搞去吧 和他也没有关系 只要撑钱没事就好 而那位在王府里沉默了近半年的二皇子 则用他招牌般的微笑迎接着太子归来 只是笑容里边加了一些别的东西 一丝一丝地倾进了太子的心里 太子向他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没有说什么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李承前牵着老三的手 看着身旁这个小男孩田静乖巧的脸 忍不住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时事发展到了今日 这个最小的弟弟却已经隐隐然成为了自己最大的对手 实在是让人很想不明白呀 他忽然又想到 南兆国那位新任的国王似乎与老三一搬打 他的心忽然颤了一下 牵着三皇子的手下意识地松了松 只是食指还没有完全翘起 他便反应了过来 富有温和而认真的牵住了那只小手 太子清楚 自己的三弟可比南兆那个鼻涕国王要聪明许多 更何况他的这个老师是范贤 只是三皇子望着太子的眼神显得那样的镇定 远超出小孩子应有的镇定 而且一丝别的情绪也没有 几位龙子站在城门洞外各有心思 太子微微低头 看着阳光下那几个有些寂寞的影子 有些难过的想到 父子相残 看来是不可避免 难道手足也必须互相 看来看去吗 太子 入宫 行礼 回书 叩皇 一应成许就如同礼部与二四规定的那般正常流场 没有出一丝的问题 至少没有人会发现皇帝陛下和太子殿下的神情有些 这个丝毫的异常 这是人们注意的 陛下似乎有些倦 没有留太子在太极殿内多说说话 完全不像是一个不见近半年的儿子回家时候应该有的神情 便让太子回了东宫 在姚太监的带领下 太子来到了东宫的门外 他抬头看着被休憩一心的东宫 忍不住吃惊地叹了一口气 那日 每轮每换的这座宫殿被自己一把火烧了 这才几个月呀 居然又修复如初 看来父皇真的不像是把事情闹得太过耸人听闻 他忽然正了正 回头对姚太监问道 本宫待会儿想去给太后扣安 不知道可不可以 姚太监一愣 他负责送殿下回东宫 自然是秉承陛下的意思 暗中监视 务必要保证太子回宫 便只能在宫中 这等于是一项变相的这个软禁吧 只是太子忽然发愤 用的又是这种理由 姚太监根本说不出什么 他苦笑了一声 缓缓勾下身子 威奸回道 殿下 吓着奴才了 您是主子 要去拜见太后 怎么来问奴才呀 太子苦涩地笑了笑 没有说人们 推开了东宫那扇大门 只是入门之时 下意识地往广信宫的位置 瞄了一眼 他知道姑母已经被幽禁在皇室别院之中 有监察院的人负责看守 那座他很熟悉向往的广信宫 已经空无一人 可他还是忍不住 贪婪地往那边看了几眼 姚太监在一旁小心 而不引人注意地注视着太子的神情 太子却根本当他不存在一样 正正地望着那处 他心里想着 人活在世上 总是有那么多的魔障 却不知道是谁着了魔 是谁发了疯 他想到姑母说的那句话 心脏开始咚咚地跳了起来 是的 人都是疯狂的 天下是疯狂的 皇室中人 人人都有疯狂的因子 自己想要拥有这个天下 就必须疯狂到底 因疯狂而自持 他再次转过身来 对姚太监温和地笑了笑 然后关上了东宫的大门 以理论 关门这种动作自然有宫女太监来做 只是如今的东宫 太监宫女的远远不及 理智上额定的人数 数月前 整个皇宫里有数百名太监宫女 无故失踪 没有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 太子知道她们去了地下 现在的东宫啊 虽然补充了许多太监宫女 可是这些新手明显有些紧张 皇宫里边死了这么多人 自然隐藏不了多久 只是没有那位朝臣敢不长眼的询问 一者 这不是他们该管的事情 二者 臣子们也是怕死的 一路行进 便有宫女太监扣地请安 却没有人敢上前伺候着 太子则吵得一笑 进了正殿 然后皱起了眉头 抽了抽鼻子 因为她闻到了一股很浓重的酒味 一股浓得令人作傲的酒味 漂浮在这庆国最尊贵的宫殿之中 殿内的光线有些昏暗 指点了几个高脚灯 里程前正了正 回复了一下视线 这才看见那张榻上躺着一个熟悉的妇人 屏风一侧 内裤出闪的这个大夜扇正在一下一下地摇着 煽动着微风 驱散着店内令人窒息的气味 那妇人穿着华贵的宫装 只是装饰十分糟糕 头发有些蓬松 手里提着一个酒壶 正在往嘴里边灌着酒 眉眼间尽是憔悴与绝望 拉着大夜扇的是一个看不清模样的小太监 里程前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但旋即叹了口气 眼中浮出一丝温柔与联系 走上前去 他知道母后为什么变成了如今这个模样 也验增于对方平日里的故作神秘 一旦事发后却是慌乱不堪 但他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呢 母亲 孩儿回来了 半醉的皇后一惊 揉着眼睛看了半赏 才看清了面前的年轻人是自己的儿子 半赏后 忽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亮向他坐了起来 扑到太子的面前 一把将他抱住 嚎哭道 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 太子抱着母亲的身体 和声笑着说道 一去数月 让母亲担心了 皇后的眼中闪过一丝喜悦 口齿不清地说着 活着就好 就好 我以为 再也见不到你 见不到你了 自从陛下将太子发往南找之后 皇后的心思便一直沉浸在绝望之中 他和皇帝做了二十年的夫妻 当然知道龙椅上的那个男人是何等样的绝情恐怖 他本以为 太子此番难去 再回来便难 此时见着活生生的儿子 不由写出望外 在绝望之中 密到一丝飘忽的希望 太子自嘲地笑了笑 抱着母亲 拍了拍他的后背 安慰了几句 皇后直到今日还不知道 皇帝为何会忽然放弃太子 太子也没有告诉他实情 皇室中人呢 虽然疯狂 但在笑道这方面做的都还算不错 所以太子也不打算告诉母亲 自己这一路上遇到了多少危险 多少困难 如果不是有人暗中帮忙 自己就算能活着回来 只怕也是会就此缠绵病榻 再难复起 过了不久 板醉的皇后在太子的怀里 渐渐沉睡 太子将她抱到榻上 拉上一床极薄的绣巾 挥手止住了那个 拉大叶扇的太监动作 自己取了一个员弓扇 开始细心地替皇后扇风 不知道扇了多久啊 确认母后已经睡熟之后 太子才扔下圆弓扇 坐在榻旁发呆 将自己的头深深地 埋入双膝之间 许久也未曾抬起头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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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